那個結晶 取出來 都是一堆透明的東西 是不是 而且不能取 剛才沈醫生也說了 開刀也不容易拿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教觀眾朋友 怎麼樣在平常 就預防痛風的發生 預防痛風的七大招 來告訴觀眾朋友 第一點就是 養成多喝水的習慣 第二點 不要做過度激烈的運動 第三點 生活作息要正常 第四點 避免過度壓力的工作 第五點 保持適當的體重 避免肥胖 第六點 不要暴飲暴食 第七點 定期檢驗血液的尿酸質 這個我們剛剛 大概也都講過了 多喝水 一天多喝 它的水量跟成年比較 跟一般人建議比較不一樣 一般人大概建議2000、2500 它要到3000 可是3000通常在喝的時候 因為如果全部都白開水的話 其實有些人他喝不了那麼多 所以痛風輪其實他可以喝什麼呢 他可以喝茶 喝咖啡 喝可可 這三個他在體內 喝可可 咖啡可以啊 對 可可 咖啡 然後再來就是茶飲 這個是他在體內 他的代謝產物不會累積在體內 所以他可以放在3000CC裡面 去做一個選擇 對 但是他也不能全部都 例如3000CC都是咖啡 對… 會心急 就是說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通常你床上 那給他3000CC他喝不了那麼多 百開水 所以你一定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跟他講說 你可以用 比如說你可以喝綠茶 也算是在你的裡面 3000CC裡面 是 所以這些茶飲跟咖啡 可以加糖嗎 糖 對 剛好一個很大的重點 你知道嗎 糖要怎麼加 有幾種糖可以加 比如說像蜂蜜可以 蜂蜜可以 咖啡加蜂蜜 但是沒有 如果說你有喝糖的飲料 蜂蜜是可以 可是像如果是那一種 因為為什麼蜂蜜可以呢 因為像剛齊羅醫師有講到一種 就是痛風有的人他食慾不好 我們要增加它的熱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蜂蜜來 可是果糖就不行 果糖不行 像咖啡裡的果糖就不行 因為果糖 它也一樣跟尿酸 競爭同一個管道 所以當你果糖太多的話 尿酸會代謝不出去 對 所以果糖不行 然後蜂蜜可以 那赤藻 它蜂蜜是要給 所以蜂蜜是要怎麼樣 要食慾不好的時候 我們比如說他真的吃不下 吃不下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過度結實的問題 就是有點像是你都吃不下 然後你體內組織就會分解 然後就造成普林過高 所以你這時候 一定要給它一個熱量 讓它體內組織不會太快的分解 這時候蜂蜜還有果汁 是一個很好選擇 好 可是美酒不能加咖啡好嗎 那不是理由 是 好 來 不要做過度的劇烈運動 像這一點就非常重要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一個病人 他就是我們講說這種三高 然後又有尿酸的問題 那他又很胖一百多公斤 所以他要減重 他開始減重就想說我要減重 我就很認真的運動 就每天都去跑步… 就過一個禮拜之後來就說 醫生我痛風發作了 因為減重的人會想說 你要少吃要多動 也是減太快是不是 對 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運動過度 因為他很急著想要很快 像剛剛儀里講說 其實有那個痛風的人 不適合快速的減重 他就是很希望說快一點的 趕快減 所以他就運動過量 運動過量其實會導致說 尿酸的堆積變得 尿酸的產生比較多 所以再加上他本身有痛風的病史 然後他就開始又發作了這個情況 所以像一些研究他們顯示發現 其實運動之後 尿酸確實會比較升高 大概在運動之後兩個小時 它會比較下降 所以這個的話 如果你是本身已經有痛風的人 你在運動的話一定要適量 不要說很急著 所以要去做很多的運動 然後就是很大量的做運動 如果他是運動員的話 他平常的尿酸值會不會高一點 其實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你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肌肉就會增加 它的代謝這一部分 增加代謝表零會高 尿酸也是一個產物之一 但是又另外一個 血上加酸的就是 你在這個上面來講 你運動你就流很多汗 就會脫水 你一直脫水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來講 你的尿酸就很容易出現 潔淨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建議 如果你要運動的話水分要夠 然後慢慢來 然後也不要說 我一次要快速的 把肌肉這部分給降下來 是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建議 你如果真的要做運動的話 請你確定你的水分是足夠的 或者是你運動一停下來 水分可以補充一點 馬上補充一點 好 生活作息正常的部分 有沒有要補充的 生活正常作息的話 就是說我們飲食要定時定量 我們就不要去做暴飲報食 或者是部分的飲食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說 大致上大家都說 大概2000到3000cc的水 但是我覺得最方便去控制的方法 就是看你的小便 如果你的小便的顏色 真的比較深黃 或者是有點到褐色的話 就代表有嚴重的脫水的問題 你還是要多喝點水 等到你的小便的顏色 變得比較清淡 淡黃色或甚至有些是透明顏色 代表你水分是夠了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用你的小便自己去做一個評估 到底說你今天 到底水分夠不夠 因為天氣會有一些變化 冬天雖然冷 可是它乾燥 夏天可能會流很多汗 可是它至少就沒有那麼的乾燥而已 所以身體不是只有所謂的 我們去小便排出來的水分 它會用身體的皮膚 它會調節 對 會有調節 所以你自己會去拿捏 今天的一個情況 就是看你的小便的 跑的次數 顏色的問題 然後去調配你今天 大概要喝多少的一個量的水 好 再來就是 不要過度壓力的工作 其實壓力來講 會不會造成說痛風的發作 目前來講好像沒有很明確的相關 但是當然說壓力對身體來講 很多的那些代謝 其實都會出現問題 尤其很多人是一壓力 就會暴飲暴食的那種 就覺得我今天上班好忙 所以我回家就要多吃一點 然後來補償這個心態 所以其實會跟著飲食的部分 也是有關係 好 再來就是 保持適當的體重 避免肥胖 其實體重本來就是一個 跟所有的慢性病都有關係 對 主要三高 再來其實三高之外 就是一個痛風很大的問題 因為不是說胖的人 一定會痛風 但是幾乎只要是體重過重的人 代表它飲食習慣 一定是某一方面有問題 你今天說油吃太多 它不吃甜的 它吃油的 油剛剛講也會影響到尿酸 你不吃油的 你喝飲料 飲料裡面的果糖 也會影響到尿酸 再來飲食習慣 它可能有些人 它是不喝水的 也有可能 所以它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導致你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真的重視 自己的身體體重 基本上一些慢性病 它就可以預防 這就要請教一下 最近減肥成功的王瑞玲小姐 請問一下 你覺得減下來之後 你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不錯 精神很好 腦袋也很清楚 好像也沒有痛風 因為我維持一天要喝 3000CC的水 因為減肥的人坦白講 你的水是最好的代謝物質 所以它比正常人 還要稍微再高一點 但是水不是一口氣把它喝完 所以你看 我也沒有什麼痛風 也是要分次 對 也要分次的 早上起來就是先喝水 我是早 我現在已經習慣起來 早上先喝250CC的水 以前不會 可是到了下午的時候 發現真的 像陳醫師講的 小便偏黃 現在不會了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笑就是 因為我剛剛上次回來 還滿清澈的 是 所以自己要提醒自己 再來就是 避免暴影暴時 對 其實 這邊我要提醒 因為有些痛風 它不敢吃肉 但是其實 你還是要適量的蛋白質來源 因為如果你體內沒有蛋白質來源 你是自己身體自己會分解出來 一樣還是會造成你的一個 股靈過高的問題 所以你應該是說 你進來的東西的蛋白質量 要是適量 適量大概是多少 通常以男生來講的話 因為男生的痛風發作比例比較高 通常男生的話 一天的肉類量大概是5到6分 一份大概就是 兩根手指頭的一個量 就這樣子 5到6分 10根手指頭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就差不多10根手指頭的量 沒有含手掌 沒有手掌 通常一個女生 你說的是它的面積 厚度呢 厚度的話 如果你想聽我可以告訴你 厚度就是一根手指頭的厚度 所以其實是很薄的 對 如果以女生來的話 女生你可以用你的手掌來看 女生手掌大概就是3份的肉 女生一天大概也是4份左右而已 媽 你手掌幹嘛伸那麼小 那一點就好了 你說女生是看手掌 一隻手掌 女生的一隻手掌 這樣是3份 這樣要這樣 這樣是3份 對 這樣是3份 那一天是1份 女生大概一天就是4份左右 4到5份 對 那我怎麼覺得 女生比男生的量多一點 沒有 女生的手比較小一點 女生的手比較小 男生的手比較大 男生的手指也比較長 對 所以我可以 我不能拿我老公的手掌 是不是 所以這樣子的量 其實我們自己要去 衡量看看 也要去算算看 一般我們說在便利商店 去買那一些 排骨飯 麵什麼的 其實它都有一個量的 排骨大概一般都是3份的量 所以你可以去對照 男生我剛剛建議5到6 女生4到5 排骨通常都是大概是4份 3到4份左右 通常都4份 雞腿的話 如果你沒有帶那一塊牌 就一個雞腿就是2份 帶牌就是3份 所以其實我們的肉類 都有過量的一個問題 只是我們沒有去察覺到它 我們不想去 不想去接受這件事 對 其實就會過高 然後就會造成我們腹部的囤積 對 然後其他問題就會出現了 好 不要再暴影暴食的 觀眾朋友 再來是 定期檢測血液的尿酸值 要多久檢查一次 很多人都會說 我今天關節在成分 我通風發作的時候 我要你給我抽個尿酸 但是我直接跟你講 我不抽尿酸 直接跟你講 你的尿酸是低或正常 你說我在症痛的時候 長症痛的時候 症發作的時候 尿酸是正常